周宜翔等旅外球员归队 记者林郑坤社 记者林岳府台北报道 台湾南岸为了备战22日展开的世界北亚洲区资格赛第二阶段 今晚在台皮球场集训旅外好手陈寅俊 周宜翔、胡龙帽及刘征都首次投入练球 不过刘征英脚踝不是警报道 台湾队预计20日飞往日本总教练周俊三表示 得利用现有的练球机会 让球员快速了解此次的作战计划 台湾对手阶段不敌澳洲 菲律宾至今仍是一瞬难求 大军22日晚间7点半将对上同样尚未开胡的日本 25日下午3点5分再度对阵澳洲 CBA中国篮球联赛38轮例行赛日前结束 效力浙江广下流征 广州龙师陈寅俊、胡龙帽与江苏同袭的周宜翔都归队 而刘征英最终战不顺扭伤左脚踝 无法一同集训 而陈寅俊、周宜翔、胡龙帽都有下场训练 对于台湾健而备战最辛苦的在于第二阶段赛事正好在农历年后的大年初期 22日开战 势必得牺牲过年陪伴家人的时间 球队预计初一、初二、初三放假 主帅周俊三透露在不到5天的练习时间中 教练团得设法让球员快速了解作战计划 并让每位球员的心理身体达到最佳状况 台湾最12人名单预计在20日前出炉 周俊三得利用短暂的集训找出最佳阵容 寻求台湾在此次资格在首胜 陈寅俊、胡龙帽汉士大运教练帕克重逢记者林郑坤社 陈寅俊汉士大运教练帕克重逢记者林郑坤社 刘正、周俊三记者林郑坤社 相关影音